教育 教育从哪里开始 从不胎就开始 中国人爱护子母 特别重视同盟养症的教育 三千年前 周文王的母亲胎人 就非常懂得胎教育 她在怀孕期间 心症 生症 严症 行症 以掌养胎儿的真心 往往成为历史上公认的圣王 往后一代的母亲都学习 效法胎人 重视胎教 这是母亲的慈悲 她真正爱护胎儿 这是传统文化教育的起点 孩子生下来 虽然还是个小婴儿 她睁开眼睛 会看 她会听 实际上 她已经在开始学习了 这个时候 父母要把弟子规做出来给她看 不是叫她念的 所有负面的形象 阴身 都不能够让她看到 不能让她听到 不能让她接触到 这样叫她一千天 就是到三岁 满三岁就一千天 这个一千天的教育叫扎根教育 根神的故 它的效果是一生都不会改变 中国古人所说的 三岁看八十 一点都不错 那我们这种教育 在中国忽略了 丢舍了 两百年了 现在很少人知道 我们要把它恢复起来 所以现在这个教育没有了 父母先都在外面工作 将小孩交给电视 交给网络 所以小孩从小就受到负面的影响 养成了坏习惯 一旦受到了染污 再想把它回头 没有 就很难了 所以家长 老师 普遍地感到小孩难教 这就是《三字经》上所说的 信 相近 习 相运 狗不交 信来信 教育 这个理念就从这个地方生起来 所以真正发大信 要从爱护本性本善 爱护下一代开始 爱人如其 爱子如其 真正懂得自爱 他就懂得爱人 这就是宗教教育的核心 一遍 无优优独特 西门 有